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Best QNOS 林庭謙線上分享會 今天也非常開心邀請到的是剛剛完成的第一個CBA賽季的庭謙來臨我們現場 庭謙你好 大家好 當然一開始要先問庭謙 過去這一年來講的話對你是蠻特別 因為從學生的身份到完整經歷過的第一個直男賽季 那也包括說回到台灣要經歷過這個隔離的過程當中 想先請庭謙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去度過這個隔離的期間 隔離的期間就是保持一些比較基本的一些身體的訓練 那隔離出來之後就 因為也在外面這麼長的時間了 就花時間多陪陪家人 然後跟把這賽季覺得自己還不足的部分 像是身體像是力量的訓練也要再加強 但我相信庭謙在隔離的過程當中 可能也花了一點時間稍微整理一下 整個CBA的過程 因為從你那時候決定要去挑戰對岸籃球 包括說完成了這個賽季 有沒有在這個賽季的過程當中 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可能是比賽的密集程度吧 就是因為從學生球員轉到一個職業球員 那不管是在身體的對抗上 還是整個賽事安排的密集程度都有著很大的改變 所以這方面可能是對我來說比較吃不消的 那我比較需要去加強 當然在今年來講的話 其實庭謙也入選到了整個新任王的入圍獎項 包括說也拿了一次新任王的獎項 所以來談談這個賽季 對你來說的話 包括說個人的表現 包括球隊的表現 你覺得說有什麼比較好的 那有什麼是你可能接下來繼續加強的 其實這個要很感謝球團跟教練給我這麼多的機會 然後隊友也給我很多的信心 能讓我在球場上更大膽更放鬆的去展現自己 那這賽季我覺得最重要需要改進的部分 可能就是第一個算是失誤率吧 在處理球上還是不夠成熟 然後一些低級的失誤出現太多 那再來就是身體的對抗性 不管是在進攻還是在防守中 這都算是我比較劣勢的一部分 其實我覺得今年滿大的改變 就是聽心隊來到了賽季後半段 是完全讓你去打控球後衛這樣的角色 那過去來講的話其實 包括大家對你在國外隊裡面想像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說 如果今天你打控球的話 那搞不好對中華隊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這一次在CBA職業球隊 其實讓你實際去附著這樣的角色 你覺得跟過往在球場上的發揮 這個角色有什麼需要去適應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要學習掌控整個比賽的節奏吧 而且像以前我還沒有長時間的擔任控球的這個角色過 那很榮幸今年教練有把我安排到這個位置 以控球的角度去解讀比賽 那也有給我帶來比較不同的收穫 那包括說其實過往可能有這樣一兩個回合的這個 那到現在一整場 那而且你包括說要跟國外的球員合作 包括說要跟在地的球員合作 你怎麼樣去搭起這個橋樑 其實這方面像我們 流鐵流島也給我很多的幫助 因為我們會看很多的錄像去分析 像每一回合都會比較仔細的去講解說 怎麼樣做應該會最好的幫助到球隊 跟做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也養成我多看錄像的習慣吧 把自己的缺點找出來這座修正 當初一開始接到這個任務跟工作的時候 你覺得你對這個位置的想像是什麼 因為不知道可能整個籃球生態上中 你一定也有很多帶球持球的期間 那最後實際去做跟想像中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你覺得 我覺得每個角色都有每個位置都有 他比較需要學習跟困難的地方 那能在控球上這個角色的學習 因為這也是我一直比較向往能夠打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用今年這個機會來做學習 就算是非常非常用心 當然就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因為包括說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一號位球員 可能是非常也有非常大的強大的攻擊力 你怎麼樣去希望說自己在這個位置上面 能夠做到發揮自己的特色的同時 要兼顧到整個團隊 這個就可能我會看很多像是 或是在比賽中去學習像外籍球員 外援他們的一些技術特點跟他們的優點 然後來想辦法把變成自己的一個特點 然後用這些特點來突顯自己的能力 跟幫助球隊 然後把整個球隊的攻勢帶起來 在今年球力打那麼多比賽當中 有沒有哪一場比賽讓你印象最深刻跟為什麼 應該是11月6號對吉林的那場比賽 因為那場算是我就是職業生涯贏的第一場比賽 所以蠻印象深刻的 好當然今天我們的分享會的主題是Basketball Noles 那包括說當然平常在這個賽地 其實角色會非常亮眼的表現 但是有很多其實可能外界球迷 那包括媒體可能不曉得 但是你相信籃球一定會知道的事情 那也想請你今天來分享一下有什麼樣 你有關於Basketball Noles的故事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其實我覺得這就跟訓練也算是息息相關了吧 因為就像是訓練是不會騙人的 你花多少的時間 他最終也會給你一定的回饋 所以要去相信這段過程吧 當然就是我相信有過去旅美的經驗 那離鄉背影這些事情對婷介來講也不陌生 不過家人支持一向都是 選手在外打拚一個蠻重要的後盾 可以談談這段時間包括爸媽媽包括姐姐 在你到中國打球這段時間給你一些支持 有像他們幾乎每一場比賽都非常關注我的比賽 幾乎每一場都會看 那我也會請我姐姐幫我剪 就是像是失誤或是投不進或是選擇不好的部分 就請她把它做成一個影片 然後我自己來看 所以意思是說一般大家看到都是highline 所以你特別請姐姐幫你剪的是lowline 對lowline 這個lowline的講話 對你在每一場比賽每一場的比賽修正有沒有一些幫助 有很大的幫助吧 就是把自己的缺點再重新檢視一下 然後再看能不能有更好的選擇 或是更好的實際去處理球 這個影片的長度有越來越短嗎 有啊有啊 當然接下來想請聽她來分享就是說 相信你在對岸也關注到很多台灣籃壇的一些發展 那包括發生一個成立 那今年台灣籃球其實也有很多故事 包括說挺先可能有一些同梯的戰友也開始在這個聯盟打拼了 那有沒有一些是在你在對岸過程當中 跟台灣的同學啊或學長有一些聯絡 那包括說談談你這段時間對台灣籃球的觀察 因為我有蠻多學長或是同學都也是 第一年參加這個職業的聯賽 那也很開心他們有一個這麼好的舞台 給他們去發揮 當然就是另外一點想要請現在來分享就是說 你覺得C進CBA的第一個賽季 跟過去旅美這幾年來講的話 最大的差別跟不一樣是什麼地方 最大的差別就是 可能像剛剛講的就是從一個 學生球員的身份傳換到一個職業球員 那不管在就是比賽的強度還是什麼 都是更加的密集強度更高的 所以這一點我可能要花像 利用秀賽季這段時間去好好的增進自己 然後持續的進步 有沒有哪些地方是讓你覺得說 因為你的旅美的那段過程當中 讓你是更快去適應在CBA的環境 可能就是在球場上跟不同 因為我高中換了讀了四所不同的高中嘛 那所以就接觸了很多不同風格的球員 不同類型的教練那也這也蠻 甚至幫助我能夠比較快去融入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想辦法去幫助到球隊 大家你接下來想要請停下來聊一下 就是說接下來的規劃 因為我們知道回到台灣的時間 可能不見得會這麼長 那馬上球隊都會有一些新的任務 那在這段時間回來除了陪家人之外 未來這段短期間之內你的計畫會是什麼 計畫就是以訓練 還是以訓練為主吧 因為一季這麼長的時間都比較沒有 一個短暫密集的時間 能夠好好的增強自己缺點的部分 所以希望能用這段時間來做加強 那就天津隊那邊現在有跟你什麼樣 在新賽季的規劃或是定位角色 那劉事長你也有在跟你聯絡嗎 目前都還在討論 還在討論當中 再來談就是接下來這個賽季是第二年球季 就是停歇對於自己的目標 因為今年來講的話 包括拿一次輕微球員 包括說有入圍到新人王 那可能很多這個職業運動裡頭 會碰到有所謂的二年級生陣後期 你覺得先不要去講會不會碰到 那在第二年來講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目標是希望自己能夠去實現的 目標第一個就希望變得更成熟吧 然後更以平常心去面對每一次的比賽 有希望說能夠幫助天津隊在明年 不知道在勝場數的部分要做什麼 或是個人數據上面要做什麼的比賽嗎 就希望能以一個更穩定的角色 能夠幫助球隊吧 然後能幫助球隊取得勝利 OK 好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廷謙帶來精采的分享 也預祝廷謙在接下來第二個球季 能夠打出比蔡鳥年更好的表現 謝謝廷謙 掰掰 family 謝謝廷謙帶來精采的 謝謝廷謙帶來精采的